股市1.0 我是许玉玲 加入1.0 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5月23号礼拜二 今天指数如同1.0盘前响先报预期 形成了量缩搜小红K的格局 然而指数呢 金金涨 涨不停 那我想问的是 你有没有趁着这一波的行情 赚到大钱呢 然而今天呢 1.0要跟大家探讨几个主题 尤其很多人在1.0的Light 8里面 悄悄问1.0说 好AI的股票 我们该如何掌握 即1.0告诉大家的伪创 压回来就是买点之后 今天的伪创 再度的创下新高 创新高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着这一波拉回来 跟着我低接伪创的你 都是赚钱的 然而今天除了呢 伪创 创高之外 还有高价股的市新 别忘了 今年呢 是AI的起始原言 也就是说呢 关于细致财里面的 无论是市新KY也好 甚至创意也好 它都会形成比价的效应 今天呢 花旗环球调高了市新KY的目标价 而这个目标价来到1920块钱 那到底市新KY会不会来到这个价位 1.0等一下 报后大家咱呀 那当然在今天呢 伪创跟市新再创新高之后 你要知道 好AI的扩散效益 由谁来去做接棒 这也是我今天的节目重点之一 那我们除了从AI的扩散效应 来帮大家找寻到 6月份的赚钱主轴之外 更重要的是今天 今天很多的资金 跑到了观光 哇 今天的观光 烧腾腾 那非常的火热 今天的军工 无论是JPPKY甚至龙钢形成的跌升反弹 那是不是代表着军工的个股在520之后 将会再冲一波 所以如果你手中有军工个股的人 如果你是套在高点 你不知道怎么跑 这一波到底是反弹还是回升 1.0也会告诉大家如何逆转胜 那更多的投资朋友呢 在1点的节目 甚至1点的Lite 8里面问1.0说 股票市场 我们该如何赚到最好赚的一段 尤其很多人 在1点的Lite 8里面 私讯问1.0 华晨 我看到1.0的操作 但是我实在是不敢买它 因为华晨 每一次的创高 都会让人家觉得手很痒 但是实际上你却没有赚到 所以我今天呢 要给大家一个叫做呢 我们不见得能够买到一档股票的最低点 但是我们能够买到的是它的起涨点 那我如何透过两段式的价差 如何低迹 如何高出 如何大赚这一波除能 甚至探权最好做的一段 这个就是实战的操作思路 那今天呢 1.0要给大家爱的活动 那因为呢 1.0无论是YT的订阅人数 持续的在增加 以及1.0的东升盘中 连线的收视率 持续的攀坑 那呢我也想要呢 回馈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家人 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要与你来去做互动 什么叫做两档换两档 1.0跟你心有灵心 这个活动今天会起跑 但是只有100名 所以等一下告诉亲爱的你哦 好的那当然呢 面对现在的行情呢 大家可能摸不着头绪 指数如果没有攻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行情能不能够赚到钱 所以从行情里面 我们掌握住赚钱的机会 在目前大盘 在缩量的格局底下 震荡下跌是问题不大的 那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多方格局看支撑不看压力 记得哦 1.0所说的 多方格局当中看支撑不看压力 所以也就是说 目前大盘的支撑在哪里 在5月17号的多方缺口 15961 以及4月14号的高点 15973 这个位置点都是大盘的重要的 一个呢短线的支撑 只要来到这个位置 形成守住 大盘就会形成了一个 先蹲再跳的走势 那我在上周的实战邻居里 也会特别告诉大家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大盘的轮动架构 非常的好 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全只股在做休息 今天的中小型股来去做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今天 来今天上面是全只股的表现 然后上面是全只股下面是贵买 所以今天的贵买的表现指数比 比大盘还要再好 那所谓的今天的行情 它盘中呢 上下的一个震荡幅度 一度的回调到下跌59点 那你会问1.0说 在下跌59点的同时 1.0有没有买股票 好 我先来告诉大家 我今天是有买股票的 我今天在指数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去低接好的股票布局 什么叫做好的股票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去做重点的说明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上这一波1.0 赚钱的第一手的列车 那然而 今天的盘面的动向里面 1.0要爆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要让大家知道 当你能够看得懂行情 你就能够做的这一动作 今天尤其观光 哇很多股票都急拉 工上涨停办 今天的造纸 滑指永风鱼再度的转强 今天的生计也有来去做点火 所以今天以整体而言 非电为最主要的资金的焦点 但是今天1.0做了一个动作 我今天买股票 我今天买谁 我今天买电子股 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趁着指数 在拉回的同时买电子股 因为第二季的电子股将会有利空出境的波段 好买电 尤其当电子股的一个资金比重 又来到将近六成以下 行程拉回的过程 这个时候就是你低阶布局电子股的好时机 所以这也就是1.0 反市场操作的一个真正实战的要诀 所以我也特别告诉提醒一下 因为我知道不少当冲隔日冲的投资朋友 喜欢做内需观光的个股 短线的资金的确是来到这里 那所谓股票市场里面有两串交跟空手道 很多人喜欢当冲隔日冲 冲啊冲啊冲 但是以观光的角度而言 特别要去注意 报大量的停力点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做观光个股的人 注意一下利空出境 就要懂得见好就收 因为往往在这种族群性的急拉的同时 往往它下跌的时候也会非常的快 那当然今天的材料KY 即昨天的创高之够今天压回来 那为什么今天材料KY压回来 该不会你昨天去买了吧 我昨天还特别公开的告诉大家 每一次的材料KY的创高 它都会伴随着拉回来 而这个拉回来 它到底是涨势的结束 还是洗盘甩轿而已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材料KY 接下来的操作思路 请你加入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当然呢 离5月份只剩下本周的这个交易日 所以紧接着我们要迎接6月份的行情 那大家注意一下 目前的一个大盘的年限 已经开始由低往高扣 也就是说年限已经逐步的上弯了 所以当年限上弯的时候 也就是长多格局即将启动 所以我们迎接6月份的行情 我也要回馈我们林林家族家人 今天挥出来新有零星1.90 重点是在一点的Lite8里面来留言 留言你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跟1.0换1.0最看好的两档标定 那当然今天有限额名额 只有100个名额 名额有限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那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新有零星一点就零 我不知道你看好什么样子的股票 但是你只要在一点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留言你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那跟1.0换1.0最看好的两档标定 那当然今天这个活动只有100名 那我相信今天一开放 一定会马上爆满 因为1.0要张开双手 跟着你一起迎接 未来的6月份的大赚行情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好那当然今天1.0特别要从 AI的这个趋势来跟大家说明起 那早上9点40到9点50 跟佑达来去做东森盘中连线的scope 1.0也特别针对于高价股的市心 为什么能够创高因为它的第一季 获利跟营收都是持续的攀升 别忘了今年以市心KY的EPS来看的话 1.0是估大概40块以上 那多半呢当行情形成了一个多头走势的时候 给矽字台的一个多头的本益比 会来到40倍以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一个市心KY 只要压回来都会有买盘的承接 那当然我还是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呢市心KY毕竟它是高价的个股 高价个股它代表的是 大户积极做多的心态 所以我们从市心KY 甚至3443的一个创意 来看一下我们如何看高做低 看大做小 如何从AI的扩散效应里面去找寻 我们赚钱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做高价个股的好朋友们 记得来找1.0 那今天的一个广达 今天也形成了由黑翻红的走势 广达它最主要的专长是放在笔电 还有智慧型的装置 还有伺服器的一个领域 那别忘了 紧接着6月6号之后呢 苹果的MacBook将会迎来心机的发表 那对于苹果的MacBook的发表而言 它对于广达将会有订单的进驻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一波的广达 它的股价直接超越谁 超越阿明啊 阿明是谁阿明是郭台铭之前的公司 红海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产业的能见度的改变 以及整体的AI的扩散效应的一个延伸 那当然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伪创 今天的伪创在东森盘中连线的时候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一次的伪创 它会陆列于MACI 而这一次的伪创 它也有挥达AI伺服器直接供应链的名单 这也就是为什么 伪创还在四字头 甚至他还在三字头起涨的时候 1.0就在东森盘中连线 帮大家提前追踪 帮大家起涨掌握 我是如何说 我是如何做 来请你看VC啊 我记得上次明乐问我的时候 伪创应该怎么去做操作 我当时候就说量缩回撤到十日均线 可以来找买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昨天的伪创 有没有回撤到十日均线 有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大型股票 它一定会有一个拉过来的机会 但是拉过来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来去做一个偏多 来去做操作 亲爱的好朋友们 伪创的这档标的 是不是如同一点您所讲的 它第一季就是营运的谷底 当第一季迎来营运的谷底之后 它就会形成了一个骨架的 N字形的在上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每一次当伪创拉回来的时候 我一定公开告诉大家 跟着我同步的来去做操作 为什么伪创能够入列于 MSCI的一个概念股 重点是它搭上于AI的热潮 尤其近期 伪创它已经把重心 列入到AI的一个扩散的效应 无论是公司在研发的布局 甚至制造的布局 都跟AI的技术息息的相关 所以紧接着 伪创要做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持续扩产全球的产能的布局 包含你所知道的北美 还有欧洲 甚至东南亚中国台湾等等 而且在全球已经有两座灯塔的工厂 而这个灯塔的工厂 你不要小看它 它是具有认证的智慧的工厂 别忘了1.0跟大家说过 一个厂商它具有认证的时候 它必须要时间的经营 以及技术性的门槛 这也就是为什么 伪创它能够入列MSCI 而且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1.0能够带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提前掌握跟提前布局 那当然除了伪创 我们从三字头的起涨 帮大家掌握 四字头的拉回帮大家追踪 目前来到了五字头的创高 紧接着伪创的目标价在哪里 伪创下一波拉回来的机会在哪里 如何短线做价差 如何波段大转 请你跟上1.0的小老鼠OK 1788小老鼠OK1788 所以像这种大型股 1.0都能够帮大家仔细的掌握之外 中小型股的价差 1.0更能够一清二楚的掌握 所以好AI的扩散效益 一定要去特别去了解到 就像是目前的双红 今天的双红是拉回来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双红 我们要知道 目前的双红它在打什么主意 而目前的这个位阶 它就如同像是在这里的位阶 来我给大家看 这里它也整理了一段 整理了一段之后 拉出了将近快一倍以上的幅度 而目前它在做一个整理的格局 那整理的越久 也就是说后续的涨势能够越高 这个就是1.0给双红的格局 所以你不要小看 目前的双红 今天的双红是拉回来的 来今天的双红是拉回来的 但是呢连二黑的拉回来 来我问大家 这个连二黑的拉回来 有没有量啊 有没有量 没有量嘛 下跌缩量上涨带量 它代表什么 它代表多头格局不变 只是说呢 接下来第一个双红 你如何赚短价差 第二个双红 接下来的目标价看到哪里 1.0都清楚的掌握住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 当一档股票有拉回来的机会的时候 第一个 你一定要知道 它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 它到底是中继战 还是只是终点结束的一个讯号 所以从双红整理之后的债上 甚至它的散热是具备着中高阶的技术 就像我跟大家介绍过 1.0是工年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 所以思思有两种 但是高阶的散热有三种 散热它也分成气冷 开放式的巡回式的艺冷 以及静默式的艺冷 而最高阶的一个散热技术 也就是双红所投入的3DVC 这个叫做水冷的研发 那我也特别跟大家说过 水冷的研发 第一个 它兼具的成本的优势 第二个 它的空机空间的体积 它有很大的弹性的运用 而且它针对于大厂的一个订单 能够客制化 能够立基点的掌握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双红能够掌握到 英特尔也好 辉达也好 甚至AMD的一个大单 别忘了 这一波的辉达 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新高 当辉达创高的时候 还在这里的双红会不会涨 那当然我再跟大家PK比一比 超级比一比 当你看到了建策 已经来到了五字头以上 它的第一季的EPS 跟双红赚的差不多 都是3.3块钱左右的时候 那双红是不是严重的被低估 那当然当一档个股 它的价值很高 股价还在相对低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它拉回来低接的机会 所以1.0是非常看好双红的 但是双红短线我会带我们的家人 去创造出很大的价差之外 更重要的是 中高阶的散热 它的目标价在哪里 它的波段的目标价在哪里 能够看到哪里 如果想要跟上这一波双红大段的列车 请你加入一点的Lite 8 小老鼠LOW OK 1788 小老鼠OK 1788 直接来问1.0 好的 那当然我今天推出了叫做 新有零星1.0 那我也要回馈我们所有的 您家族和家人的一点的支持 今天只要在Lite 小老鼠OK 1788 留言你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你最看好谁 告诉1.0 那也换1.0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那我说过 今天是有限量有限名额的 限前面100个名额 跟着1.0一起迎接6月份的行情 就在Lite 8里面 留言你最看好的两档标的 跟1.0换1.0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限100个名额即刻 赶快动作了 因为明天搞不好这个活动就没有了 好的 那当然今天的大士科 为什么能够急拉急冲 在1.0的Lite 8的首页 有很多的保障 那当然他除了有营收创高的利基点之外 还有智慧AI的一个布局 那系统整合的指标超级比一比 今天1.0在东森盘中连线 透过大士科 麦达特以及 冬结资的一个 超级比一比 我会放在Lite 8的首页 给大家来去做一个操作 四路的一个呢分享 那冬结资讯呢 今天又再度的亮灯 攻上掌停板了 那当然他也受惠于 这一波的一个探权 跟AI的布局的效应 以及这一波的一个资安的议题 加持之下 形成了股价的急喷 大概股价急喷之后 短线的满足点在哪里 正乖离过大的同时 我们该留意接下来布局的机会 所以1.0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就是你接下来要加入的一个呢 唯一方式 那我今天来做一下材料KY 好 说到材料KY 你知道吗 我今天就在等材料KY的这个拉回 哈 1.0啊 今天材料KY大跌6个百分点 大跌6% 你很害怕 还是很担心 还是跟1.0一样很开心呢 好 你的心情 你的决定 将会决定 你接下来对于材料KY 是小赚 还是大赚 是小赔 还是大赔的关键 那如果呢 你看到今天材料KY大跌6% 你感觉到很失望的人 那就代表你昨天去追高了 那为什么你昨天要去追高 而不是跟着1.0买在四字头 材料KY的起长点 来我们买在这个位置 我们所有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来号召一下 可以帮1.0做个见证 如果1.0没有在4月份发出讯息 叫你买进四字头的材料KY的好朋友们 听好 您所缴的会费 我全额退还给你之外 另外我还加倍给大家10倍的会期 然而目前的材料KY 由于当冲率高达6成以上 每一次的创高 他一定会拉回来 重点是短线的价差 你该如何赚 如果追高的人被烫到要怎么办 那以及他接下来的目标价看到哪里 你知道吗 所以昨天呢 材料KY的法说会 我也派我们1.0团队 去掌握到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来看一下 材料KY已经取得全球 第四大的烟草公司的订单 尤其今年的合约 尤其今年的出货时程 全部的都排定了 也就是订单能见度 直接看到今年一整年 甚至看到明年了 而且材料KY也在加开产能因应需求 那董事长王克璋 老实说我跟他还蛮有私交的 那王克璋呢 也偷偷告诉1.0说 来 以预估市场的供需状况而言 目前的材料KY 已经成为大型的烟草公司 尤其在远东 在近东地区 成为唯一的私塑供应 但是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目前的材料KY 所能够满足的 只有需求的50%而已 所以他常常呢 接到客户的电话说 哎呀麦克風吹了 不要再吹了好不好 因为我们真的 没办法出这么多货 常常很多的客户跟他讲说 货要赶快出来真的是工不饮求 那当然呢 材料KY的董事长王克璋 为什么说 会造成市场上面 供需紧张的状况 因为他的供应商 原有的供应商在呢 塞拉尼斯以及伊斯曼等等 这两个地方 由于营运的考量 陆续的关闭 尤其墨西市场等等 所以在需求大幅的增加的同时 供给没有跟上 同时你要知道 新盖一座厂能 也需要三年的时间 这也造成进货跟抢货 而且供给 而且跟不上需求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当然我们如何掌握到 第一手的材料KY的产业动态 因为呢 他从他的思数的报价 维持在高档以及扩产的效应之下 营收是高速的成长 所以全球的思数的市占率 已经来到了5% 那紧接着向上游整合 并且扩产之够 他会来到7%以上的市占率的目标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来 来 材料KY的这一档标的 我1字头就跟大家追踪了 2字头就帮大家掌握 3字头跌停 我还是告诉大家 我满进 而4字头在起涨的时候 我告诉我们的李宁家族家人 尤其新近的李宁家族家人 赶快跟上这一波材料KY上工的列车 然而 很多的投资朋友只知道 闭着眼睛乱色飞镖 好的股票加好的买点等于大赚 而今天材料KY的大跌 如果你昨天去追高的人 来 请你来找1.0 接下来材料KY该如何操作 我到底卖了没有 而材料KY的目标价在哪里 请你跟上1.0盘中的指令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那材料KY我们无论是 短线的一个价差单 或者是波段的价差单 都是大赚 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能够共同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恭贺 材料KY在昨天创高之后 紧接着6月份的行情如何掌握 新有零星1.90 重点是在Lite 8里面留言 你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跟1.0坏1.0最看好的两档标的 那只有限100个名额 名额有限一定要先抢先赢 新有零星1.90 都在1.90 今天跟大家的亲密小互动是 在Lite 8里面留言 你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跟1.0换1.0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只有100个名额 名额有限 先抢先赢 都在1.90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当中 好 那当然今天的工准 再度的亮灯工商涨停摆了 那到底军工个股 会不会有一些火花 那JPPKY 形成了整理之后的债工 都在1.0的Lite 8首页 事先帮大家来去做追踪 那然而像乔薇的这张标的 今天不知不觉 再创新高 1.0在上周三的东森盘中连线 帮大家掌握到呢 车电股的乔薇的起涨点 所以1.0的Lite 8 也就是呢 东森的盘中连线 礼拜二跟礼拜四 早上的9点40到9点50 大家可以把这张字卡照一下 那最后呢 要跟大家说明 如果还没有加入一点的股市 1.0史玉玲 YouTube频道的好朋友们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那也要特别告诉大家 台积电 我上周的10占0距离跟大家讲 短线的卖点在536 目前的台积电 还在形成压怀的走势 而中小型股票果然接棒 美食为什么能够创造出 95%的利润呢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选错股票 如果你的买点不对 如果你高档 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卖的人 来 加入一点的Lite 8 1.0帮你找回投资的信心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你要去那划纯 我们如何创造两段式的下差 新有零星1.0 来留言 在一点的Lite 8里面 留言你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换1.0最看好的两档股票 今天只限100个名喔 名额有限 而且要先抢先赢 跟1.0一起迎接6月份的行情到来 都在一点的小老鼠OK1788 新有零星1.0 在Lite 8当中 留言你最看好的两档标准 跟1.0换1.0最看好的两档标的 只有100个名额 今天绝对会额满 名额有限 一定要赶快留言 都在一点的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胜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投资间再见咯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